隔一隔夜再度啟動出國模式 那我們一樣在這邊等Huber 春子來了 開個行李箱喔 4點06分 來到 巨蛋的捷運站 4點38分 來到了機場 好那這是我們繼 上個月 我們上個月 7月11號 也出國 現在是8月11號 今天我們又要出國 這是有史以來 在一個暑假出國過 兩次 這是第一次 4點43分 我們就是要做 廈門航空 MF8680到福州 5點50開始化位 現在已經有人在這邊排隊了 今天的機場 不像上一次 客滿 都很多人 今天的機場 看起來 是比較冷清的 趁現在有空的時間 我們順便把海關 旅客 都很時間服務這個部分做一做 上次就是忘了做 所以 通關的時候 擋了很久 這個填報這個 我們就填寫一些個人資料 剛剛把這個健康碼 就 申報好了 那就把它先解脫 要入關的時候 會用到 這一班 因為是要去大陸 所以 這邊 等待區 有好多個 那個 健康申報碼的 牌子 可以供掃描 做入境健康碼的一個申報 也有工作人員在協助你 做申報 5點57 終於輪到我們了 兩位嗎 對 健康碼有先做了 有有 先看好了 我可以滑喔 還是你們一次一人一個 一人一個 好 好謝謝 稍等一下 14.5公斤 這邊是出境的地方 那剛剛被告知我們的航班 會delay 那剛剛一到機場 就遇到了 立榮 那剛剛又看到邱主任 所以我來這邊 找看看 夏門航空一直排到這邊嗎 好像是 這邊是剛剛我們夏門航空的 還那麼長 上次我們走這邊 那今天我們走這邊 這邊也蠻漂亮的 我們 今天的晚餐 我剛剛已經跟邱主任聯絡上了 他在245區 我們在26區 記錄一下 記錄一下 好 galaxy 現在時間8點4分 这个袋子放最以下方 因为这个袋子好多人拿这个一样的 别弄混了 放最以下方 等一下 您这个大包先放一下 对面的可以吗 对面的可以吧 可以可以 到一次借过一下 我们这次做的是波音737的800 这个位置就比我们上次 大概两个拳头 比我们上次做的那个A320的大多了 8点17分 已经要往后退了 那个是小牛秀 飞机上的点心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飞机从这样飞过了 那等下到厦门那边去 这是飞机上的点心 9点52分 到了湖州了 但是有一些人被抽检 但是我们两个都没被抽检到 我们要再稍微等一下 再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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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到湖州了 好长的走道 大概在看过去 大概两三百公尺 还没有看到底 我们今天 只是在这边做中转 那明天 继续坐去北京 所以今天打算 来体验 住在 机场里面的感受 这一张QR Code 而且已审核 10点14分 我们就出来了 那现在就在当行李 出机场了 那 根据情报 根据情报在麦当劳这边 有一个中转 什么东西 接下来我想要办 那个中转过夜的 你是哪里到哪里啊 我是刚刚从高雄到湖州 那明天早上8点的 回机到北京 明天旅客的 今天到我打到台的话 是7月10号就能放假 就是住宿了 7月10号就没有这个服务了 要住机场就对了 OK好谢谢 麦当劳对面 刚好有这一家 索伙 按摩休闲区的 其实刚刚有一个人 附近做接送的 那220 那香香老师接着 说就不用 我们今天就在这边体验一下 现在时间10点46分 那你看一下我现在是在哪里 我现在是在守火这一家 按摩这一家里面 第一件事还是先来安装 中澳台卡 中澳卡 那我们跟上次的一样 这次是买8天的 那容量是7G 那我们先来装一下 来测试一下上次使用的经验还不错 刚发现上次的这张卡都还没拿掉 那我们现在就换新卡 现在已经11点16分了 请卡二请误放 所以最后还是ok了 坐了好久 在这边用了好久 这是我今天睡觉的位置 那旁边这个也是一个台湾人 他明天要去长沙 就是他跟我讲说 这边晚上不会干人 我们才来 那我们现在要开行李箱 拿拖鞋了 换拖鞋 好 那待下去刷牙系列 12点15分 好我们香香老师 在机场里面 麦当劳里面说要打烊了 不音乐了 所以大家要离开了 来这边刷牙 洗脸 还有人在工作 12点35分 我来绕一下 现在麦当劳已经打烊了 已经在赶人了 旁边这边有一个地面交通中心 看里面有几张长凳子 是有一些人坐在那边 这边是国内县 好那我们今天 另外一边那边是国际县 5点46分 5点46分 我们在吃昨天 回机上了 三明治 已经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 麦当劳还没有开呢 那我们要出发了 左边这边是国际县 那我们应该往这边 国内出发的这边 这一家白饼园就是三红七巷里面有 对啊 所以我们上次 你不然你要不要在这边买一些 看一下 好我们上次去三红七巷有买 那才刚开门而已 我们就进来 我们是第一个客人 所以他连收音机都 那个电脑都还没有开 厦门航空的好多人啊 那我们要去哪里 现在6点6分 那我们来这边拖映行李 还有来拿机票 有一大堆人 嗨北京 对 一样14点五 这边的安检非常严格 一个人大概点他了 好久的时间都摸西摸的 已经6点42分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是在多少 我们在108 哇 好远的感觉 也是超过500公尺以上的距离 一整条 见不到底 我们来点 诶啊上次不是不能打 咖啡啊 这七杯咖啡 大杯加量的 好就大杯啊 好刚刚买了一杯热咖啡 那我们去位置那边 好这边机器实弹 AI的机器实弹 上次去机场都有看到这个 肉眼到山坊七项里面也很有名 而且还有书 书局 没有几本书而已 那我们108 108从这边下去了 我们这一次去大新机场 前几年刚盖好的一个新机场 哇 这边刚好一台厦门航空要飞 哇 这也是737的而已啊 也是小台的 今天的班机跟昨天一样 是波音737870的 现在时间刚好8点 那飞机要起飞了 哇,去上餐店了 好可爱啊 又穿件 咖喱鸡肉堡 咖喱鸡肉堡 那现在在播放店 那现在在 送饮料 大概就是 1点半 从府都到北京 大概要两个半小时 那我们这次去的是大新机场 大新机场是这两面 才刚建的 那很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机场 那要去看一下 先好小心海间 谢谢 第四 二 上北极 庆风包子铺 这边 记得 记得 这个是有名的 对啊 有名的 而且要直接走进人家 对啊 这边就 又跟你 去拿行李应该是30 虎州那一个MF81E15 所以30啊 行李是从底下这边 出来 所以 绕一圈再过来 我们从东出口 那地铁 地铁往这边 我们去坐地铁 我们刚刚 用了两张票 用了两张票 还有位置啊 要坐这边啊 坐这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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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铁 那我们 这个速度大概 158 我这还算蛮快的 那我们等下大概 19分钟 就会到 草桥 我们从草桥那边 在坐 一般的地铁 刚刚发生一件事 就是我的票 哦 刚刚到 那个 地铁的票 好像掉在车上 还好那个 工作人员 他直接拿他的 让我刷出来 好 那我们继续往 10号啦 我们现在来 买一卡通 问讯 售票这个地方 买了两张 一卡通 那这个一卡通 除纸是50 然后本身这张 要20块 那到时候再退 20块再退 20块再退 所以我们现在是 把它除了50块在里面 只用一卡通 不可承受的 那你卡通你要收好啊 这一个 走壶梯 好 我们就不走里面的 输送带 直接走这样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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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方向好像比较好一点 啊 要带车 带车 这边还是有 这边还是有那个 还是有斜坡的感觉 所以你要走在他旁边 等下他滑倒了 刚刚那边不算地铁啊 这是真正来北京的第一个地铁 10号线完之后 我们接下来去5号线 北京的地铁看起来是真的比较老旧 古古的感觉 暗暗的感觉 这个地铁站感觉蛮漂亮的 防性物资在干嘛 就是避免整个 就是挡 挡水墙 挡水墙 他们这个真的是叫老旧 连手鼓梯的声音 都凲凲凲凲的叫 北京同仁堂 这边有一家北京同仁堂 好我们先来我们今天要住宿的地方 好我们今天住和所有酒店 是那个刘家窑站出来 大概200公尺就到了 你好可以现在check in吗 好 好 下面这边有一家咖啡厅 咖啡厅咖啡好香 这是我们今天的房间 那本来我订的是无窗的 那他特地把我升级到有窗的 而且是一个开放空间 就是这边浴室 马桶 那边就是房间 这边感觉小巧的 但是还不错 这只要没有烟味 他们他们饭店是禁烟的 从昨天到今天 经过一整天的奔波 来到饭店 比较舒服 所以也懒得出去吃了 就在饭店里面 在饭店里面 叫外卖 这样比较轻松一点 就可以休息久一点 好那我们今天先叫了一个炸酱面 还有烧饼 还有一个 烧饼就是肉夹馍 然后还有一个煎鸡蛋 没什么事 好那我们先创作一下 那么我们先来个人 我先来个人 好一样 好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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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点